我是雨哥 这部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动画 却是我看过最残忍的动画片 他讲述了一个每人早晚都会遇到永远都逃不过的难题 我看完真的有点害怕了 我们的男主是银行行长 这天他又拒绝了一对夫妻的住房贷款 男人听后竟当场发标 称男主要把他逼疯了 自己今天没时间陪他玩 还喊男主叫爸爸 让他乖乖把汤喝了 周多的警务将男主拉回了现实 原来他已经退休二十年了 身边这个是自己儿子 他也出现了老年痴呆早期症状 今天儿子儿媳要去看表演 却被男主耽误看不成了 儿子儿媳实在没经历再照顾父亲 迫不得已将男主送到了养老院 儿子儿媳去办理手续时 男主看到一片枯黄的树叶 他吃力的弯腰将其拾起 开门丢到外边 枯叶在门上留恋的停留片刻 但最后还是被吹走了 这不就是男主现在的真实写照 这时走了一位老人 原来这老头也有问题 儿子儿媳办完手续 远男主道别后便回去了 眼神中充满无奈 这时工作人员走来 让男主跟他走 这一幕将男主拉回到了小时候转学那天 同样是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同学 吓得小男主想让妈咪带自己回去 没想到一把年纪了 还会遭遇这样的窘境 这里的房间还算整洁 这时室友老米来了 开过门笑后 热心的老米提出 带男主参观一下这里的设施 随后让男主付10欧元管理费 管理费 男主以前可是银行行长 没听说还有这费用 老米听后笑着管男主叫洛克菲勒 毕竟是同吃同吃的室友 即使知道这老头在忽悠自己 男主还是给了他10欧元 这里是大厅 养老院的中心 里边的老人都在打瞌睡 刚才见到的那位复读机大爷 以前曾是播音员 老米又在男主参观了餐厅 图书馆 还有看电视的地方 这儿几乎只播放纪录片 从不换台 压轴设施是游泳池 但这里只是给顾客展示用的 一年到头也不开放 男主却说 自己其实很喜欢游泳 老米听后表示 自己可以帮男主去要钥匙 这时一位太太走来 口中悼念着 要给孩子打电话 把自己接回家 老米现在要了指路费 给他折了个错误的方向 原来电话太太 每天都在找电话 却从来没打过 每次找到前台时 已经忘了自己要干嘛了 果然他现在已经犯了迷糊 男主独自转要到楼梯边 听到楼上传来痛苦的声音 楼上到底是在干嘛呢 老米走来告诉男主 楼上是得了老年痴呆症 生活不能这里的老人 晚餐时 老米将你婶介绍给了男主 这对老夫妻是多婶和胡言 你婶安慰男主 你很快就会适应这里的生活的 这时小胡给老人们送来了药片 男主看到多时给胡爷喂饭 还给他擦嘴 胡爷明显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 男主担心自己也会变成这样 这时你婶要走了男主的黄油 装进了袋子里 另一边老人也排起了长队 他们都是需要人帮忙才能洗漱的人 若排晚了就要等一整晚了 男主将手表和钱包放在桌上 关灯躺下了 但这时第一晚 他怎么可能睡得着 此时的家中 儿子儿媳已收走了男主房间的衣物 将房子挂上了出售盘 看来已经不想让老爹回来了 而男子养老院生活还得继续 你舍今天要走男子的果酱 明天要走男子茶包 而老米又在忽悠电话太太 又骗走她一笔钱 你舍指责老米这样做不对 老米解释说 电话太太每月家人给的钱花不完 自己也是在哄她开心 让她能到处走走 你好我也好 此时他知道 胡爷已是老年痴呆症晚期 若没有多舍照顾 早该送到楼上了 多舍来这儿 纯粹是为了照顾胡爷 老米觉得 胡爷已傻到 根本不知道谁在照顾自己 这样做根本没意义 但尼婶与男主觉得 胡爷心里 一定能感受到这份爱 老米也与尼婶 你辛苦工作一辈子 现在却被家人丢在了这里 尼婶听后和老米发了标 表示自己是不想给家人增加负担 原来尼婶有50个孙子孙女 只有一个孙子有时会来看她 而老米一辈子都没结过婚 也不用为没人来看自己感到烦恼 乐得自由自在 此时画面一转 一个妙灵女子抽着小鸟 坐在前马伊斯坦布尔的猎车上 老米与男主成为了猎车员 老米向她收了车费 原来这位太太也欢迎老年痴呆 老米经常来和她玩角色扮演游戏 赚点外快的同时 也能让她开心一下 男主彻底被囚禁在了这里 每天过着千篇余力的生活 现况里的照片 带她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一天 她带着妻儿去海边玩 给家人拍完照后 一阵浓雾袭来 家人们全部见了 这一切恍如隔世 老米拉开窗帘 今天是周三运动日 一听到运动 男主瞬间来了精神 自己可没带运动服啊 老米去说 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看着就行 这时男主发现 自己还捉上的钱包不见了 问老米 老米也不知道 真不是这个大骗子拿走的吗 男主终于明白 什么叫只要看着就行了 一位老人说 自己也听不清楚 体操老师走进重复 却遭到习凶 接下来是传球游戏 这位老人 因血糖膏影响了势力 最后 球又回到了老师手里 折腾了半天 球终于传到了男主手里 老师让男主换个方向 把球传回去 男主却突然陷入了懵逼状态 一转眼到了第二天 昨天的事 男主已经断了皮 一点都不记得了 下雨天 电话太太还在外边找电话 后边跟着紫衣太太 有妄想症 总害怕自己 被外星人抓到火星上去 他们是老米 每天生活乐趣的源泉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此时男主才想起 这圣诞树 是自己之前 与妮婶一起布置的 这位老人想要只小狗 神通广大的老米 真帮他搞了一只 当然 收费也是相当的不菲 第二天 男主发现 手表也不见了 甭笨 肯定是老米偷走的 老米当然还是不承认 两人越丑越凶 纠缠了起来 好在最后没打起来 这年纪 这身的骨 别说打架了 打饭都费劲 老米走后 男主索性把他柜子的东西都翻了出来 最后找到一个小河子 里边有好几地儿钱 还有一大袋偷藏的药片 老米进屋看到这一幕 让男主不许告诉别人 今天是圣诞探访日 家人们来看望男主了 男主居然把毛衣穿在了外套外边 孙子一直拿着相机拍拍拍 男主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他却仍在极力掩饰 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的症状 骗儿子说 自己在这儿过得很好 吃得好 睡得香 还能游泳 其他老人的家人也来了 原来这些都是泥水给外孙留的 外孙却并不想要 这一天 小伙把男主与胡爷的药弄混了 虽然发现后马上换了回来 但男主还是能看出 自己与痴呆胡爷的药 完全就是同一种 这一晚男主一夜无眠 第二天男主找医生询问情况 医生把男主糊弄了过去 没告诉男主 你也是老年痴呆症 男主还是没忍住后期心 坐电梯上了楼 那里有个精神失臣的女孩 她住的豆腐家大楼塌了 又没有家人 最后被送到了这儿 但男主已经猜到 自己得了老年痴呆 情绪低迷的老米告诉男主 自己之前的室友也是 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楼上 老米告诉男主 他其实也是 若有一天病情恶化 他就用自己攒的那些药片 结束这一切 男主觉得这么做不对 老米让男主正视现实 别再幻想自己还能在游上泳了 男主听后直接走了 随后老米竟然看到 男主进入了游泳池 这老兄弟是要想不开吗 老米冲到门前阻止 但男主还是穿着衣服 跳进了泳池 老米冲进男更衣室 进入了泳池 左右没看到男主 也穿着衣服下了水 却看到男主居然在游泳 原来男主只是想证明 自己的身子骨还硬朗 还能游泳 最后两位老人一起脱掉衣服 在泳池里畅游 今天是老人们测试的日子 为了不被送上楼 老米帮男主穿好衣服 帮他打了领带 还给他左手写了答案小抽 第一道问题是 有关昨晚的晚餐 男主实在想不起来 老米提醒男主 让他看手上的小抽 结果男主看左手看得太明显 被医生发现 紧要关头 老米弄行火警警铃 帮男主打了掩护 总算逃过一劫 然而这天吃饭时 男主拿着勺子大喊服务员 称这把刀太顿了 什么都切不开 关键时刻 又是老米帮忙解了呗 男主总算不用上楼了 这时男主注意到了多事 每次照顾完胡爷 他都会在胡爷耳语一句 次次都能将胡爷逗笑 男主好奇地问多婶 和胡爷说了什么 多婶说 他只是喊胡爷骗子 原来在孩童时期 两人住在同一个村子 小胡向小多表白 遭到其他女孩的愁笑 于是小多说 想让我做你女朋友 就给我摘一朵云彩 虽然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小胡当真了 他将小多拉到钟楼顶楼 这时一大团云彩 向这边飘了过来 这是只属于他俩的暗语 几天午 胡爷的情况越来越糟 没照顾胡爷 多少同他一起搬到了楼上 老米觉得简直就是胡闹 你手直言 老米从没爱过别人 所以不懂爱 这天男主收拾东西 决定搬回家住 他舍不了老米总偷自己东西了 男主又丢了一双袜子 老米连忙阻止男主 让他别在走廊乱喊 以免被送到楼上 总算把工资人糊弄了过去 为安慰男主 老米掏出所有积蓄 租了辆敞篷车 带男主与妮婶一起出去兜风 深夜三人悄悄潜了出去 三人之中只有男主会开车 男主很开心将车打开得飞快 另外两个老伙伴也很开心 但两人很快就开心不起来了 男主居然逆行 老米提醒男主后 男主直接翻了车 索性老米与妮婶伤得不重 但男主被摔成了傻子 被送到了楼上 需要人24小时看护 虽是好心但办了坏事 内疚的老米难过的饭都吃不下 望着抽光水的泳池 老米又想起了男主 翻出偷藏的药片 打算结束这该死的人生 开车时却用力过猛 把药片撒了一地 去检幽时 在床垫下意外发现了男主的袜子 原来男主担心被老米偷走 将手表 钱包都藏到了袜子里 塞到床垫下 但他自己都忘了 自己把东西藏在这了 看着男主的照片 老米陷入了深深的悲痛 老米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 他帮电话太太给家人拨了电话 给猎出太太买了一只烟嘴 免费陪她玩角色扮演游戏 送给丢狗的老人 一个可伸缩式拴骨声 送给妄想中太太一把水枪 太太用她赶走了外星人 受到老米的影响 泥匙也来到猎出太太的房间 主动陪猎出太太玩角色扮演游戏 这趟旅程有伴了 而老米也主动来到了楼上 去照顾男主 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 女孩觉得男主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当老米再次喊男主洛克菲勒时 男主露出了笑容 这是只属于老伙爸妈的暗语 咒文又名欢乐咒文 是2011年 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首映 2012年 在西班牙上下的动画片 该片获得第26届西班牙格雅奖 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动画电影奖 豆瓣评分高达8.7分 影片根据漫画书改编 片尾森衡英文字幕 献给所有今日的老人 和明日的我们 更是狠狠戳进了我们的心坎 之前与各位大家介绍过 阿尔兹海默仲相关题材的电影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相较于内部影片 这部电影更加沉重 真实 影片开头 聊聊几多画面 为我们交代了背景 男主20年前 是银行经理 现在却得了阿尔兹海默仲 虽然只是早期 但也经生活无法自理 经常幻想 自己生活在过去 分不清记忆与真实 最残酷的是 酒冰床前无袖子 父亲长时间患病 儿子也没了耐性 在父亲床前大喊 父亲耽误了自己 去看演出 最后直接将老爸 送进了养老院 然后便迫不及待地 出售了房子 养育多年的儿子 现在却像丢垃圾一样 将自己丢弃 儿子虽有他的无奈 但这一幕 仍然令人无比心酸 豆瓣里有句热评 可以平淡地看待死亡 却没有勇气直面衰老 这正是我们很多人 真实的写照 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 真正可怕的是衰老 想象未来某天 我们牙齿掉光 额头布满皱纹 走几步路都需要别人搀扶 刚刚才做过的事 下一秒就已经忘记 更可怕的是 孩子们早也对我们厌烦 和我们说话时 句句带刺 这种情况只是想想 就觉得简直是噩梦 以下是宇哥在百度上 找到的科普 阿尔兹海默症 是持带症最常见的形式 全球共有约 四千万人罹患阿尔兹海默症 这个数字 约近每二十年增长一倍 在六十五岁以身的老年人群中的患病率 约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 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随着年龄增加 患病率逐渐上升 年龄平均每增加六点一岁 患病率会升高一倍 至八十五岁以后 患病率可高达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变 主要发生在老年或老年前期 症状包括记忆障碍 失语 失用 失忍 以及视空间能力损害等 此外 患者的抽象思维和计算力也会损害 常伴随人格和行为的改变 这种疾病 是由基因 生活方式 和环境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种病症 目前尚无彻底根治方法 只能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等方法 控制病情发展 延缓症状恶化 但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规律的体育锻炼 科学的饮食 适当的社交活动 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此外 头部受过严重创生的人 高血压 高档固醇 二型糖尿病 肥胖等慢性病 以及缺乏锻炼 吸烟或接触二属烟 睡眠不足 高知饮食 久坐不动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 患病风险会更大 此外 低教育水平 也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的 一个危险因素 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可降低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按认知损害的程度 可分为轻中重三期 轻度痴呆 会出现记忆减退 常将日常所做的事 和常用的物品遗忘 随着病情发展 可出现远期记忆减退 即对发生已久的事情 和人物的遗忘 部分患者出现视空间障碍 迈出后找不到回家的路 面对生疏和复杂的事 我容易出现疲乏 焦虑和消极情绪 还会表现出人各方面的障碍 如不爱清洁 不修蝙蝠 暴躁 易怒 自私多疑 争夺持来 会出现言语重复 计算力下降 明显的视空间障碍 如在家中 找不到自己的房间 还会出现失语 失用 失认等 患者常有较明显的行为 和精神异常 性格内心的患者 变得兴奋心快 言语增多 原来性格外心的患者 则可变得沉默寡言 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 出现明显的人格改变 甚至做出一些 丧失羞耻感的行为 如随地大小变倒 中毒痴呆 会出现情感淡漠 哭笑无常 言语能力丧失 不能完成日常简单的生活事项 如穿衣 进食 中日无语而卧床 与外界 亲友逐渐丧失接触能力 四肢出现强植 或曲曲瘫痪 扩约机功能障碍 还会出现 全身系统疾病的症状 如肺部及尿路感染 压疮 以及全身性衰竭症状等 最终因并发症而死亡 阿尔斯海默症 病程约为5到10年 手术患者 可生存超过10年 多因肺部感染 密尿系感染及压疮等 并发症而死亡 当患者出现 持呆前阶段的相关症状时 应当尽早就医 让医生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判断 家属还需对患者加以保护和照顾 以防出现危险 最后 远哥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要多运动 注意饮食 多参加社交活动 多用脑 希望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以及我们的家人 都能健健康康 远离病痛折磨 开心每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